彰化县政府23日公布新增确诊一例 彰化县内累计确诊255人 县长王惠美说明最新疫情 同时宣布全国三级警戒维持到7月12日 第一我们又新增了一个病例 那这个案例呢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宗教传播链的 匡列的一个对象 那目前呢本县累计确诊的人数是 255人 我们核酸检验的累计阳性率是在0.49 那近5日的核酸检验阳性率是在0.05 那我们也已经完成筛检数是 52047人 虽然我们的个案都111 但是我们还不断的在监控一些 高危险的地方 居家隔离的人数是在214人 也解了很多 那我们累计居家隔离的人数是 2935人 那我们呢平均每位确诊人数是 居家隔离的人数是在12人 我们全国三级警戒维持到7月12号 这是刚刚我们的这个中央指挥官呈时中部长他所 这个布达的全国三级警戒维持到7月12号 县长就提醒了 祭司活动你要避免大家要遵守防疫的守折 然后再来是民族信仰工作者 如果你还是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 或是一些信仰的工作的话 你一定要自己做自主健康管理 有症状就要做裁剪 张化县目前居家隔离人数214人 完成筛检人数52047人 核酸检验阳性率为0.49% 王县长呼吁民众 如有疫情相关疑问 或因疫情迫使生活陷入困难者 请拨打7531999防疫专线 县普会提供专人协助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